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社会秩序维护法之外 我们的政府机关好像只能两手一摊 无法可管吗 NCC立刻撇清了说这个管制网络内容呢 也不是NCC的全责范围 而且这次事件呢 事实上靠网络公民力量也发挥出来了 但是根据统计我们来看看 事实上现在网络可以说已经是取代了报纸 成为12岁到65岁这样族群的主要消息来源 尤其仅次于电视媒体 而反观NCC现在反媒体垄断法 那么究竟反了什么 管了什么 打着正义的大旗 正义了谁 公平了谁呢 我们知道这个行政院召开了两次咨询会议 但是这个学者意见分歧 而反垄断法的这个迷思还有问题 那么也凸显了出来 好 先为您介绍兼参与讨论的顾问呢 首先来欢迎在我右手边的是文化大学广告系副教授纽泽勋 是 主持人各位大家好 好 以及资深评论员唐湘龙 你好 大家好 好 那持续来为您介绍的是这个台北市员王洪威 清威好 大家好 以及台北教育大学教授庄奇名庄教授 主持人 观众欢迎大家好 好 那么一开始呢 请来宾先看我们今天的一个最新的进展 就是这个关于便当文事件 有第一版 第二版 那么现在第三版也出来了 那么警方呢 持续约谈了 这是一名潘信男子 那么事实上呢 他根本不是牧师 他是一名神学院的学生 而且呢 经过了训问之后 也确定 当然这由他造假的 潘信男子就坦诚了 事实上便当文呢 是他在买便当时候听来的 同时他还参考了前两个版本所写的 他15号的时候po文 那么隔天他觉得不妥 立刻删除 同时他也表示 非常后悔 留着小平头 圆脸 戴眼镜 长相斯文 身材壮硕 他就是网路上散布牧师版便当文的作者 潘信男子 22号被刑事局约谈 原来他po的文章也是听来的 这篇文章中 潘信男子用第一人称 说自己看到便当店老板去卖非老便当 他出手帮忙买便当 对方跪在地上感激痛哭 但随着前两篇便当文造假被抓包 他赶紧删文 事后警方约谈他才透露 在便当店吃饭听到其他人讨论 菲律宾人买便当糟具 事后用预言故事方式度转的 昨天是游乐坛了 但是后来就说他说要停下 我们相信我们主要的为人 对 所以觉得可能会有点忽略 对啊 反正就看清 学生选入便当文事件 神学院不愿正面回应 简单声明稿表示 该事件是学生的个人行为 交给检警调查 潘信男子27岁 曾在台南市府交通局上班 向投入神职 目前是神学院二年级的走读生 假日到淡水教会实习 并不是母师 他平常表现成这样 都蛮好的 对 这次听到这样的事件 对 我也想他自己也很压抑 然后也觉得很难过 对于造物层这样子的一个困扰 好像 黄炎被拆穿心情难平复 但外界在等他出来面对 给个交代 为自己所作所为负责 中立新闻杨中胜 与如SNG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好 我们看到原本呢 被视为正义之声的便当文 那么有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那么现在证实 通通都是一场骗局 好 带您来看到 这整个过程呢 目前的一个最新进展是呢 这个是前台湾力报的记者 郑彦宏呢 他最早是由他来发表 这个便当文 那么他在5月21号的时候 已经遭到了报社解职 那么在5月22号到案 好 那么另外 还有一名当事人是董小姐 他也承认了这个便当文是造假的 那么在5月21号到案 而且他面临的是因为违反社会秩序 维护法 三万元的罚还 或是拘役三天 好 那么另外最新的案情呢 是这一名呢 原本大家以为他是牧师 事实上他不是啊 他只是一名神学院的学生 这个潘姓男子 他也到案承认了 好 那么另外呢 这个四方报的总编辑张正 他认为自己也有责任 所以在5月21号的时候 他请辞了 好 这是关于便当文的部分 但是面包文又是什么 面包文也出来 也冒出来一起凑热闹了吗 好 那么主要是一名女性网友 小V 那么他说呢 他曾经就看到了一名飞庸 推着一个老阿嬷 要进家面包店买面包 但是呢 当时好像不太敢进去 他开想有可能又是因为 这个台飞冲突事件 是不是这个面包店 拒卖面包给飞庸呢 好 当然他说 他没有亲眼看见 这一切都是他猜想的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呢 大家也打了一个大问号 显然 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我刚刚一进来听到 这个香隆立刻说 他对这个便当文一系列的文章 觉得最有感觉了 好 跟我分析一下 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啊 我们社会怎么了 没有 我的感觉说 当然 便当文是造假的 造假没有什么话好说 造假当然是不对的 何况你这个媒体 那个你任何的目的 都不能够使你的手段合法化 不过重点是说 他的目的是什么 还是值得探究 他去捏造 捏造这个便当文的用意 去希望就是说 大家呢 就停止这种 就是社会上面已经 已经开始在酝酿 同时已经到了相当的水位的那种 就是说仇视菲律宾 然后呢 就是说丑化菲律宾的那种的氛围 希望呢 他能够降温 然后呢 避免就是说 确实已经存在的一些 在台湾工作的飞机人士 心生恐惧 他是希望那种氛围降温 还是呢 在创造这样子的一种故事的时候呢 去鼓动 去进一步的鼓动的这样的氛围 那当然这些创造便当文呢 不管他在媒体过去工作 或者说呢 他是纯粹是一个杜撰 那大家去回想 我觉得大家会说 他们的这个便当文呢 对台湾的国际形象 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其实我一直觉得 对国际形象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的 其实是酝酿便当文的那个土壤 以及在便当文出现了之后 在网络上面 现在呢 初步大概统计的 按赞了八万多 那个都还是几个大的网站 八万多 这八万多的人心态是什么 这八万多的人是认为 就是我们不应该在这样子 骑视飞劳 还是说让这个飞劳买不到便当 我很高兴 这中间的差距很大 那我纯粹我个人的感觉 我认为这里面按赞的 后面的居多 就是看到就是说呢 这些的菲律宾人在台湾 他们受到了某一些的 就是说这种敌视对待的时候 甚至连买便当都买不到的时候 爽 这种爽的感觉 你在流落之后出来的 就会使得这种的氛围 推波助来 就是迁怒的成分 是 就是我们常常讲 我按赞 又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可是它助长了某一种的风气 今天当我们去揪这几个 不管是它的背景 是什么 去杜撰这个便当文 所引起的风波 当然它有它一个 一个基本的社会规范跟行者的准成在的地方 可是这个便当文 是不是是凭空 凭空的从台湾社会里面冒出来的吗 还是在之前的那一个礼拜里面 台湾的媒体的土壤里面 以及政治人物的谈话里面 已经充分的酝酿了 就今天所有的仇非恨非的言论跟行为特色 大家就就放手做吧 其实一直到了世界的便当文出现的那一两天的时候 你才看到了比较高高高规格的就是说这种呼吁大家要冷静的声音 包括来自于马总统的声音 或者来自于其他的这些社会团体的声音 我觉得大家还是必须要去检讨 就这件事情固然菲律宾他们一开始错了 可是错了之后 我们在媒体在整个推波助澜的过程当中 包括在处理谈判事务的那种的报道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用非常简单的丑化菲律宾的方式来美化自己 把对方的妖魔化之后呢 来来正义自己的一方 那个是没有用的 他其实在国际社会上这种事情看多了之后 这种的自我包装的方式 只会进一步让大家觉得说 台湾真是一个不成熟不文明的环境 相关刚刚提到了 这篇便当文有八万人按赞 除了按赞之外 我们看到也有无数人在脸书上不断不断的转贴 那么想要请问这个纽教授 就是转贴 转贴算共犯吗 无法可管吗 其实我先厘清一个问题 就是说主持人刚刚有问到这个心态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就是所谓网友的一个po文的一个心态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其实是我们媒体 新闻媒体通常会以网路素材 作为一个取材 这个重要的一些相关一些元素 那就第一个来讲的话 其实现今是媒体时代 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 网路基本上已经要居第二大媒体 如果从广告量来看的话 前几年也超越报纸的一个广告量 那所以呢 近几年 一些相关的网路平台 它的一些发展 或者是个人的一种 不管是从部落格到脸书 或者是微博等等 这些相关的一些可以以自己本身 作为一个发言者 作为一个新闻中心 这样的一种趋势 其实是越来越明显 那所以呢 今天如果你没有脸书 或者是你没有从事一些扑浪 或者是你没有自己的微博 在上面做一个po文发言的动作 你是很low的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心态 那既然你有这样的一些 发生的一些工具的话 你就要去妥为利用 这些发生的一些工具 帮自己 不管是争取到更多的一个 暗赞的一种量 或者是能够凸显出 自己本身的一种自主性 所以从这个面向来看的话 很多po文者 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心态 已经被暗赞给制约了 已经被网友的一些相互 相互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 给制约了 所以呢 今天在网路上的一些发言 可能会越来越行麻辣 而这些网友 他相关的一些发文 或者是po文的一些动作 似乎已经 已经完全忘记了 这就网路世界里面来讲的话 你如果今天有po文的话 他绝对都会留下痕迹 如果今天违反相关的一些法规的话 他可能都会引起依法就办 这样的一种可能的一个疑虑 那但不管如何 其实我觉得现今网路时代里面 网路的一个网友的一个po文心态 他基本上已经被 这整个暗赞制约 如果他今天有粉丝团的话 他也被这粉丝团的一个数量给制约 所以今天来说的话 如果这个po文越来越行麻辣的话 我的暗赞数量可能会越多 然后我的粉丝的量可能会越来越多 那对我自己成就一种在网路上面的一种 不管是网路性格也好 存在感也好 或者是凸显出我藉由这样的一个po文 按赞或粉丝量 度我自己在网路领域里面 这样的一种精深 我觉得很多网友 他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但是这样的一些相关的po文 为什么会越来越行放大 主要是跟媒体的一个取材 是有一定程度联系关系的 现在新闻媒体 基本上也被网路媒体牵着鼻子走 不只是被白天的平面日报牵着鼻子走 被网路的媒体也牵着鼻子走 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网路里面 他的整个讯息的表现非常非常多元 有网友他自主性的一个po文 另外来讲的话 也有Kuso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影片 意思也就是说他有文字 他也有影音这样的一些动作 他也可以针对一个事情 去进行一定程度的讨论 重要的一些议题 不管是菲律宾的相关台飞冲突事件 或者是以前就是常常我们在 不管是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等等来说的话 今天这个典礼一过的话 可能网友又开始毒舌评论一番 然后媒体都会取材 就是说网友又说某某人 他的一个装束很像圣诞老公公 或者是圣诞树等等 所以我们媒体新闻取材 已经被网路所制约 这也导致就是说 今天网友他觉得 他今天po文如果一定程度聪动 他的一个影片如果一定程度聪动的话 他就可以在这网路世界里面 不管成就自己的名声之外 新闻媒体 就是我们传统的媒体 也会把它相关一些内容论述 当作新闻里面报道 重要的一个素材跟内容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网路里面 它有非常非常多一些 枯手多元的一些特性 这对传统的一个新闻媒体 它一个取材是非常非常有助益的 但是呢 同样来讲的话 风险也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网路里面相关资讯 有对的有错的 像便当文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些 相关一些资讯 但是呢 在这么紧迫的一个 各家在禁逐的一个时代里面 很少有新闻媒体 就是一般的电子媒体 它会去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从事细部查证 这样的一种动作 那所以就造成了 我们媒体一定程度的风险 这样的一种情况 会导致负面的一种资讯 或者是不正确的资讯 不断的去进行流窜 这对我们整个 整个社会的一个生态或风险 它都会有一定负面的影响 对的确是个恶性循环 那么当然 但是现在是因为网路时代来临 那么社群媒体当道嘛 那么甚至我们刚刚一路讨论下来 我们看到不管是脸书啦 微博部落格等等 事实上 这些在社群网站上面的一些贴文 都有可能会引领舆论 所谓的潮流 甚至都有可能 那但是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些脸书上 在这些社群网站上面的这些贴文 难道不需要负任何的言论责任吗 这一块政府真的是两手一摊说 没有法可以管 可以约属议员 其实你以为随便说按个赞 你没有什么责任 不对的 因为我们过去 因为我们会有做很多的协调 包含在校园里面 你随便骂人家什么插蛋 或什么三字经 五字经的国骂出来 那很多人都不晓得 因为反正同学 或者朋友之间 看到就赞 等到人家要告的时候 你这些按赞的 通通都可以被告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在网路的世界里面 你有的人可能是根本不经大脑的就按赞 或者是他有些什么样的心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网路的这个 他的法律的责任 其实是应该被教育的 很多人都以为没有什么关系 我转贴 我按赞 怎么样 我犯了什么法吗 对不对 那在网路的世界里面 事实上我们知道很多人 他在贴文的时候 他平常就是这样子 我不能说是无病呻吟 或者是他自我陶醉在 他在网路世界 他成为一个寄落福寝的正义天使 所以他从他听来的东西 他就开始转述 就杜转成是他第一人称 好像他亲身所见 他亲眼所见 其实这三篇文章 都是犯同样的错误 但是在网路上 只有这三篇文章吗 绝对不是 大家平常已经写习惯了 那平常无伤大雅 有时候你今天 比如说你毁谤一下唐湘龙 毁谤一下王洪威 那只要我们不去追究你 那就算了 你说今天我们一定要找 什么警察局 或者什么内政部 警政署来查你吗 那到时候就说 哎呀你看你们大人物 欺负一个小网民 常是这样子 所以就不了了之 可是这次事件 是因为它涉及到 我们的国际形象 而且大家觉得 已经闹得太离谱了 所以呢政府介入 大家才发现说这三个人 我必须要说 在网路事件里面 这三个人 绝不是这三个人 可能是三万个人 或者是三十万个人 都是这样子搞法 那当然他们今天 戳破了之后 我认为其中几位 他有一个更主要的毛病 就是他们当时 这样杜撰之后 那么后来刑起 渲染大波 包含媒体也去问他们 网路也有问他们 甚至有人悬赏等等之类 他们坚称这是他们的亲身经历 不错不不错 对我觉得这是不错 因为他要硬拗 但是我觉得今天 受到这样的社会压力 我必须要说 你必须要承受啊 你必须要承受 也许你将来还有一些 也许法律责任 可是另外一方面 这三个人 其实他们都是无名小卒 那没有错 他们三篇的文章 经过连续的转载之后 那在网路引起了一些 一些的讨论 有一定的影响力 可是他会有这样的 一个这么大的力量 媒体负担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常在讲就说 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 比如说像现在讲 反媒体垄断 这三个人是什么 他们是大金主吗 他们是大媒体财团吗 或者是什么样 他们有多大吗 没有 他们就这三个人 但是经过网路的转载 经过媒体 很多媒体是不经查证的 这样子不停的转载 扩大了他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今天在讨论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网路的乱象 这次凸显出 我们长期以来 无法可管 或者是其实很多的网民 我常常在讲说 他在里面做成 作为一个好像正式 因为他躲在这个电脑里面 他随意的任意攻击 随意的任意捏造事实 我们的网路乱象 事实上是长期以来的事情 另外一个是媒体的乱象 也就是说经过这样子 很多人是不经查证的 就不停的报道 不停的报道 不停的渲染 所以这次两个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 公共知的平台 可是这样的乱象 说实在 我不认为 我觉得我们政府 要去做介入 一直没有一个很正常的 或者是一个很合理的 一个管道去做介入 那这件事情 我必须说 是因为这次台北部事件 现在闹得太大了 可是未来 有任何另外一个世界 又有一些网民 现在又有个面包 闻出来了 说实在 就是要来凑热闹 那我告诉你 这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就要写 你能拿我怎么办 是不是就 还是有这样的乱象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是需要 所有关心网路的 关心媒体的 一起来证实这些问题 对 我承认了 媒体的确需要检讨 但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主管机关 尤其像是NCC 这一次 它一样也是两手一摊 跟你说 管制网路的内容 事实上不是在 他们的权责范围 好 那我们权责范围是什么呢 因为他也说了 这个 时事豪主委说了 不是NCC的权责范围 包括了电子报 所以这个 庄老师 这个部分 那怎么办 网路乱象呢 就这样子一路乱下去 无法无天了 网路的内容 由法律可管 我在叫网路法律 那我们政府在网路法律的宣讨方面 比较弱 所以造成很多人不了解 那我们就讲 我们政府里面 我们警察单位还有网路警察 所以前天才一个在Facebook骂人家插货的 人家求场120万被判赔12万 那刑法309条的公然侮辱罪 314条的毁谤罪 都可以追追诉 那是法律问题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 所以我觉得政府在外面要去处理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比较一下 如果今天是菲律宾人来台湾海域 被台湾的部队杀了人 那我在菲律宾当交换学者 就菲律宾群群激愤 那台湾政府 台湾警察杀了人以后 完全什么 海雄杀了人以后 都完全不承认 菲律宾群群激愤 我去菲律宾买面包 我说人在菲律宾去买面包 人家不卖给我 说真的我鼻子会摸着 为什么 人家义愤填衣嘛 那如果说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结果菲律宾这么多人 都因为我去买面包 没有买到 出来替我讲话 我觉得这样的人民 是很有水准的 所以我要反过头来讲 假如这件事情是真的 台湾人民就是因为有这种 虽然我们的人民被杀 这是他的人权问题 可是我们也不允许 在台湾这个土地上 去破坏人家的人权 我们要为台湾的人民感到骄傲 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媒体的查证过程不够 但是我们要思考 会引起这么大风波的 假如台湾人民的更不关心 反正非离兵人欺负我 我也欺负你 这件事情不会引起 虽然大波了 这件事情会这么引起 这么大的震撼 就是因为台湾人民太善良 有正义感 这点我要为台湾人民肯定 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 媒体要做更多的查证 好的确媒体要做更多的查证 媒体当然 比如现在讨论如火如荼的 就是反媒体垄断法 那么这个立法院呢 在审议当中有各党团 各种版本 那么目前呢 当然也是有学者正反 意见 百家争鸣等等 这当中存在哪些问题 大道一辉就好了吗 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感谢观看